我們這個接下來要講的東西呢 跟下禮拜講的東西呢 原則上呢跟 就期中考不會考 可是他會跟你們的 第四個項目有關 那第四個項目會在 期中考那一天 有申請 那應該是 有可能是兩週或三週 OK 好那我們說過呢 我們Toy Machine呢到 這裡告一段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所有的課程呢 都是談Hack Machine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Hack Machine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剛開始我就告訴你們說 我們會交兩台Machine 一個是Toy Machine 一個是Hack Machine Hack Machine呢 是課本所描述的那台機器 那Toy Machine呢是普林斯頓大學 那為什麼我們把Toy Machine留下來呢 因為Toy Machine的設計呢 更接近現在的CPU的設計 那Hack Machine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詭異的設計 現在很少電腦是用這樣的設計 OK 不過呢是一個蠻有趣的設計的 他這樣設計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整個architecture 非常簡單 非常簡單的一個architecture 好那跟Toy Machine一樣 我們會先談他的ISA 他的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也就是說呢 他的machine language 或他的assembly language 怎麼樣來寫 然後呢 我們在期中考之後 我們才會去談呢 怎麼樣去設計 Hack的architecture 來實現這個ISA OK 好那這是我們整個課程的road map 那我們原則上呢 已經從最下面這些 combinational logic sequential logic 已經基本上呢 已經做完了這個Toy Machine的architecture 跟Toy Machine的machine language 那我們今天要談呢 Hack Machine的machine language 其中考之後呢 我們會談呢 Hack Machine的architecture 然後呢 我們就會談呢 比較偏向軟體的 上面這一塊的software hierarchy 下面這一塊比較偏向硬體 上面這一塊呢 就比較偏向軟體 會包含呢 Assembler怎麼寫 Virtual Machine 以及呢 這個我們介紹一個 high-level language 我叫做Jack language 它是一個object-based language 然後會談呢 operating system compiler怎麼樣來實作等等 OK 大家整個課本的一個road map 那我們現在大概已經走了一半 就把這個hardware的hierarchy呢 大致上快講完了 OK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談的其實就是 machine language 跟assembly language 好 看完Toy Machine 其實你現在知道什麼叫做machine language 就是那些b-string 比如說呢 我們剛剛看到1234 Toy Machine裡面的1234 如果你把它解釋成指令的話 它就是一個java的一個指令 OK 好 所以machine code呢 基本 machine language 就是一大堆的b-string b-string呢 就是呢 告訴這個電腦 實際上你要它做的工作是什麼 OK OK 那你知道呢 這個 雖然這邊把它說成說 machine language有兩種form 一個是binary form 一個叫做symbolic form 不過symbolic form的一個machine code呢 基本上就是assembly 基本上就是assembly OK 也就是說呢 不過目前還沒有看過assembly啦 那我們目前看到的Toy Machine 都是所謂的machine language 就是上面那種binary version 一大堆的b-string 這是一個machine code 那這個machine code呢 對於不同architecture呢 會有不同的含義 它會根據呢 這個machine code 去對應它進行詮釋 然後呢 做相對應的運算 下面呢可能是一種 比較人類看得懂的一個machine code 的一個形式 也就是說呢 這是一一對應的 只是呢 下面這種版本 你比較看得懂 而且它有些優點 就assembly有些優點 我們之前有稍微提過 比如說你可以有memory 你可以有variable 你可以有variable 你可以有這個labels 那在寫作上面呢 會比較容易maintain一點點 雖然是一一對應的 而且呢 你不用去記 這個machine code的encoding 的一個格式 那我們提過呢 Toy Machine的encoding 是相對簡單的 其實hack的encoding 也還好 可是大部分的電腦encoding 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比如說 這個intel的cpu 它的指令呢 可以從一個byte到32個byte depends on它的指令 不同的指令 它有不同的長度 然後呢 你不可能去記下來 這些encoding的方式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直接寫machine code的話 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通常我們會希望呢 透過一些工具 那最簡單的工具呢 就是assembler 可以把一個文字版本的assembler呢 翻成 對應的machine code 那我們大概 期中考之後呢 我們會花大概 一堂課的時間 談一下assembler怎麼樣來實作 那也可能是你final project的題目 如果你選擇做assembler的話 不過assembler相對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一個題目 ok 好 我們的電腦執行 基本上我們提過了 就是透過 combination circuit 來改變sequential circuit的狀態 透過持續的這個 改變呢 sequential circuit的狀態 一直到呢 電腦呢 到達你希望呢 運算的最終的結果為止 ok 那我們可以透過machine code 或者透過assembly code 來寫作這些程式 電腦呢 是執行的 對應的一些指令 好 那我們接下來會 大概談一下machine language 然後會談hack的machine code 包含它的assembler的版本 跟binary的版本 ok 好 那hack的 我們說過的 大部分的電腦指令 可以分成三大類 Toy我們都談過三大類 三大類呢 ALU的指令 資料搬移的指令 跟flow control的指令 大概就是三大類 那 比如Toy的話 指令1到指令6 是這個ALU的指令 然後接下來的五個指令呢 是data movement 接下來四個指令呢 是flow control 那 這個data movement的指令呢 其實會牽涉到所謂的 agency mode 定值模式 這個我們應該 這個名詞呢 我們應該第一次提到 agency mode 這我們稱為定值模式 中文的話是正常翻 什麼叫定值模式呢 基本上就是說 你的操作會牽涉到某一個資料嘛 那定值模式就相當於是告訴你說 那個資料放在哪裡 那資料放在哪裡 那資料來源有很多可能性 比如說第一個呢 我們稱為所謂 immediate addressing 比如說67 67啦 這是一個常數 我直接就告訴你這個 那個資料是什麼 那這個也叫做literal ok 我叫immediate addressing 就我直接告訴你 那資料本的 是什麼 ok 好那第二個我們稱為所謂 Direct addressing 比如說我給你一個位置 比如說我說memory67 我告訴你位置是67 這個叫做Direct addressing 我告訴你位置是多少 你透過這個位置去拿到那個資料 我叫定值模式告訴你資料在哪裡 那immediate addressing 那個資料通常很多時候 incode在你的指令裡面 對不對 你要記得的話在toy machine 裡面 第七號指令 LDA 就是把你要載入的那個常數 放到指令裡面 就叫immediate addressing 我直接就在我的指令裡面呢 就incode的那個資料本人 那Direct addressing就告訴 告訴你說的資料存在記憶體裡面的 哪一個位置 我告訴你位置是多少 比如在這個case裡面呢 我告訴你位置是67 你就去memory67這地方拿資料 那下面一個是InDirect addressing 我告訴你位置存在哪一個贊成器 你要去那個暫存器 拿到暫存器的內容 再把暫存器的內容 當位置 去記憶體 拿到那個資料 這叫indirect addressing 比如說我們在 在我們toy machine裡面 load indirect 用的就是一個 indirect addressing的 一個addressing mode 對不對 那load呢 用的就是一個 direct addressing的 一個addressing mode OK 那load address呢 用的就是一個 immediate addressing的 一個addressing mode OK 所以在我們toy machine裡面 基本上只有三種addressing mode immediate direct 跟indirect 可是在 複雜一點的CPU 你可以有很複雜的addressing mode 比如它會有一個 base register 一個offset register 一個index register 等等 那你的位置可能是 這個base register 加上的index register 乘以4 加上的offset OK 所以在比較advanced的 一個process裡面呢 addressing mode 可以很複雜 可以很複雜 比如這個intel cpu裡面呢 addressing mode 可能就有三四十種 OK 好 那也會產生了 你的這個電腦的 encoding啊 寫作啊等等 又變得更複雜 不過索性呢 我們今天所談的 這兩部電腦 他的addressing mode 都很簡單 因為他們的 memory很小 使命也很少 所以他們相對呢 supported addressing mode 並沒有那麼多 大概就是三種 大概就是三種 OK 好那一般的 這個assembly code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一般assembly code 可能的長相啦 這邊應該很接近 這個arm的assembly arm的assembly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OK 比如說呢 這個跟toe也很像嘛 add r1 r2 r3 這個你大概一看就知道 在做什麼嘛 那如果這個把它翻成toe的machine code 可能就是1123 那當一般人看到1123的時候 不太可能會智商在幹嘛 可是如果我寫的是 add r1 r2 r3 大概也知道 要不然是把r1加r2放到r3 要不然就是r2加r3放到r1嘛 對不對 大概知道他在做加法 而且再牽涉到 三個贊成紀錄 或者是下面這個 可能是這個add indirect 之類的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 下面這些 這些舉一些例子 舉一些例子 常見的assembly 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比如jump addr 跳到這個位置去執行 OK 那 jeq r1 r2 addr 去測試說r1和r是不是相等 如果相等的話跳到addr去執行 所以這是assembly的優點 你大概一看就知道這個指令在做什麼 你不用去記這個encoding 就可以用 所以這個assembly呢 他有一個注意的性質 幫助你記憶的性質 OK 所以你大概看到這個指令 你就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不用去想那個binary encoding的事情 所以他相對於machine code的一個優點 OK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談的是hack 這部電腦 那我先來談一下hack這部電腦 從high level來看 他是什麼樣的一部電腦 首先呢 他是16bit 他是16bit的電腦 那他大致上呢 有一個螢幕跟一個鍵盤 然後呢 有一個按鍵 這個按鍵就reset OK 所以他大概是這樣的一個configuration 所以他比toy來的先進是說 第一個他有鍵盤 第二個他有一個螢幕 那這個螢幕呢 是 他是單色螢幕 單色螢幕 不過他畢竟是個螢幕 那我們toy 基本上連螢幕都沒有 toy 基本上就只有 四個七段顯示器 然後我們input是 這個24個開關 這邊呢至少我們有個鍵盤 一個黑白 應該是單色的顯示器 那這樣的電腦呢 其實很像是早期的任天堂主機 OK 首先呢 任天堂主機也有個reset 通常你要執行 通常任天堂主機 你們沒有玩過 應該你們應該沒有玩過這個 OK 那這種電視遊樂器呢 基本上呢 遊戲會放在一個卡夾裡面 就上面你看到這個就是一個卡夾 這是一個卡夾 OK 那你就是要買一個遊戲 就要買這個遊戲的卡夾 那這個卡夾呢 其實是一個ROM ROM我們剛剛提過就是一個 Read only memory 有時候這是一個記憶體 可是他只能讀 那這個ROM裡面燒的就是這個遊戲的程式 啊 所以你買回來之後呢 你就會把ROM呢 插到這個卡夾的插座裡面 按下reset reset的意思就是讓PocoCounter reset成零 從零開始跑的意思 OK 好那這個任天堂主機 基本上就是說呢 遊戲的程式 寫SALROM裡面 那你在遊戲進行中 需要讀資料 寫資料嘛 那要放在RAM RAM會在電腦裡面 我說電腦裡面有個RAM 這放資料了 那你這個遊戲呢 這個 這個RAM呢 會放Code OK 好 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說你 然後他也會有一個 連到一個電視啦 他基本上連電視就是我們的螢幕 不過他沒有鍵盤 他就是這個遊戲的那個Game Console 大概是這樣 OK 所以整個的這個interface 或者整個的這個concept呢 跟我們的hack machine 其實還蠻像的 因為我們的hack machine呢 也是一樣把我們的程式呢 寫在一個RAM裡面 我把它稱為所謂 instruction memory 它是一個32K的一個RAM 也就是我們的程 這個呢 跟一般的電腦不一樣 我們之前談過 Vanume architecture 如果還記得的話 就是所謂的 普林斯頓的architecture data跟code呢 是在同一塊memory裡面 現在大部分電腦用的是這樣一個model 那把資料跟程式呢 分開來 放在不同的這個memory裡面呢 這個architecture 稱為half architecture 那這個hack的電腦用的 就是這樣一個architecture 它有一個instruction memory 跟一個data memory 那instruction memory也是個RAM data memory也是個RAM ok ok 那其實現在蠻多電腦也是 也採用這樣的架構 ok 好那中間有個CPU 中間有個CPU 然後呢 CPU會跟這個RAM 跟這個RAM呢 做溝通 ok 那reset的意思 就是把 CPU的program counter 設為0 就叫reset ok 好那這個 memory呢 其實會連到我們的螢幕 跟鍵盤 大概是這樣 好所以它的資料呢 是16bit 也就是說呢 我memory都是16bit 每一個資料都是16個bit 然後呢 它是32K 所以它的位置呢 是15個bit 位置是15個bit 這還蠻重要的 位置15個bit 我們待會會用到 那中間有個CPU ok 也就是說我們的hack architecture 其實就談的就是CPU的architecture 那這大概是它的CPU的 裡面啦 放大來看就是這樣 相對很簡單啦 跟我們的這個Toy 比起來 因為它把所有的 這個memory 放在外面對不對 那暫存器呢 hack呢 只有兩個暫存器 一個叫做A暫存器 一個叫做D暫存器 所以這樣的電腦器很少見 這樣的電腦器非常少見 A暫存器跟D暫存器 然後它有一個program counter 它有一個program counter ok 好那一樣有個ALU 這邊有個ALU ok 好那當然會有些multi-pressure 原因是因為呢 畫datapace的過程中 會產生conflict等等 好那這個大概 我們下一談應該說 期中考之後我們會仔細談這個architecture 怎麼做 不過你現在大概有基本的概念就好 ok 所以它是一部16bit的電腦 它有一個data memory 是用ram做的 ok 它有一個instruction memory 是用rom做的 ok 它有呢 兩個暫存器 A暫存器跟D暫存器 實際上說有三個 它一個叫m暫存器 不過m暫存器呢 是一個概念中的暫存器 它並不真的存在 也就是說當你講到m的時候呢 你去談的是呢 memory的a 我說m呢其實談的是這個 好那第一的顧名思義就是data a呢顧名思義就是adges 那m暫存器呢就是把 a暫存器當作位置 去memory所指定的 也就是說 這是你的memory 這是你的a暫存器 那根據a暫存器呢 找到對應的那一個word 這個就是你的m暫存器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m暫存器呢 其實並不真的存在 m暫存器呢 其實對應的就是 memory裡面的某一個word 而這個word的位置呢 就是a暫存器的內容 ok 所以概念上來說 你有三個暫存器 d暫存器 a暫存器跟m暫存器 不過m暫存器呢 並不對應到任何硬體上的暫存器 而是對應到記憶體裡面的 某一個cell 或是某一個word 16bit的一個word ok 然後一樣它裡面會有alu 會有一些multi-pressure 會有一些control等等 它有個program counter program counter 一樣是在 指向要被執行的指令的位置 ok 好它有一些control 那它 它只有兩個指令 這個會更有趣 只有兩個指令 一個叫a指令 一個叫c指令 ok 所以我們說這是一部非常 非典型的電腦 很想電腦長這個樣子 不過呢 這部電腦的設計呢 其實還蠻有趣的 它也很簡單啦 設計非常簡單 它可以執行 很蠻複雜的工作 比如你們的final project 很多同學可能就是在這樣一部電腦上面 執行一個你們所寫的一個應用 比如說它可能是個遊戲啦 等等 ok 不過呢這部電腦的machine code呢 非常的繁瑣 這是 比較糟的一件事啦 不過你不能怪它 因為它只有兩個指令 因為它只有兩個指令 所以它的machine code呢 寫起來就很繁瑣 相對於toy呢 你會發現toy的machine code寫起來其實很清爽 ok 那這個hack的machine code寫起來會非常非常的煩人 好 好